今天我打算开五张黄门 因为有粉丝和我说 黄门有几率开出来金枪 真的吗 大家都知道我之前开过五张黄门 今天我开五张黄的 然后你们看看 到底是黄门肥呢 还是黄门肥呢 首先我自己只有三张黄卡 所以我先来妹妹的号开 看能不能开出金枪 只要开出一把就是成功 开局这个复活点非常好 因为黄门就在这里 但是先刷个boss先 猫活半天爆出个紫光 心都凉了半截 我好像听到一个脚步声 我怀疑有人在前面蹲我 于是我拉扯了半天才确认安全 但是是真的有老六 我听到他跑到了外面 你完蛋了小老弟 一个小小的五套 先开黄门再去填包 进来之后有三个武器箱 一个物资箱 一个文件柜 这我还是第一次开七图的黄门 物资箱全是紫色变卖物 文件柜身垃圾 文件柜身垃圾 这三个武器箱才是重点 一把王猴SKY 不要 改进喷子 不要 没有没有 最后一个是佩剑 这一张黄门没有金枪 这小子无假掉了 OK 撤退下一局 这局这个复活点进辐射区就太爽了 不过我就不进了 先把恐龙头干掉 恐龙头我也没出我好东西 然后直奔黄门 途中还遇到了一个武套 又是紫光 都懒得看了 当我回头立即发现一个六套 直接秒杀 又要一个又要一个 先请他吃手雷 这颗雷炸到了 追追追 拿下 掉了一件六甲和钢铁M4 这个老六 哇塞 山上那瓢仔把我包舔了 不仅舔了 还要打我 这把我给记忆的呀 我要弄死你 打他 好像没掉东西给他 那还好是紫光 要是红光被他捡就亏大了 继续开黄门 这个变满物箱是固定的吗 又是紫 改进歇式手枪 还有改进AK 最后一个没有 怎么全是改进武器 撤退撤退 接下来就是我的号了 我希望我能有好运气 拜托拜托啦 这局跑了半天才跑到黄门 谁知脸上就有一个脚步 我听声便会直接一枪 还是个钢六 假装加榴弹骗他 听了他打药的声音了 冲 拿下拿下 给我把钢六爆出来吧 这台飞了吧大哥 虽然他钢六没掉 但是掉两把精美和两支六甲 我的个乖乖 发财了发财了 黄门再给我一把金枪就更完美了 希望你给点力 一如既往的紫色变卖物 这次的好像更穷 两个武器箱全是配件没有枪 妈呀 改妹 这把枪还行 总算开出比较好的枪了 但是我不缺 黄门真的能开出金枪吗 不说金枪好吧 给我来一把精致的看看 这局也是直接撤退 撤退路上还干掉两个倒霉的嫖仔 突然一个老刘差点帮我下吗 天哪 就差一点 就让这个老刘原地起飞了 还好反杀成功 这局是第四张黄卡 把boss一个小嫖仔打掉之后 先开黄门再去刷boss 给点力呀 大哥 别出垃圾了 出球了 改进mini 第二个是配件 第三个还是配件 我人麻了 真的开不出好东西 谁说有金枪的 反正我没开出来之前 我是不信的 boss也没掉东西 最后一张黄卡啦 这个复活点 我感觉不出辐射区 有点说不过去 这样 咱们去把辐射区的boss刷了 再去开黄门吧 哟 还是把改进AMR boss又是老样子黑卡 箱子咱们就不开了 直接从大门出去 途中还开出一把钢铁 里面有一个人在开箱子 都是变卖五枚东西 又来一个脚步 这个人头也不回的 撒腿就跑 拿下 还有一个脚步 我的妈 这个人的包 我估计这小子是一个人 拿到六甲撒腿就跑吧 还有一个在我的头顶 这磕火直接向他撒腿就跑 追追追 碌个小偷看什么呢 请你吃雷 再请你吃一发榴弹 惨喜了吧 一碰就倒 又掉了一些六甲 突然看到大门口有一个 这个人怎么回事 怎么往外跑 看见他了 他是想迎进来的人 榴弹乱昏乱炸 让他彻底绝望 突然又看到大门口有一个 这个人被我一颗雷炸跑了 这个人被我一颗雷炸跑了 不是吧大哥 这也太肥了吧 掉了一整套呀 我的天 我就进来逛了一圈 不知不觉就要成万贯了 溜了溜了 外面还有人 但是我不想打了 开黄门去 最后一张了 拜托 给点好东西 又是紫色变卖物 这把枪没用 最后两个武器枪啥也没有 裂开了 这样看他和鸿门不相上下呀 还是鸿门飞一点 会出红 好啦我是唐欣 下期视频见 拜拜